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月星期,我是徐静 今天是早上7点半 我们这会儿已经在樊晋山的景区排队了 今天又是一个艳阳天 看那边,太阳已经爬上来了 看看,我前面 等了半个小时,终于进景区了 这会儿看起来好通透啊 那是2100,2100的海拔那么就开始徒步了 首先走的呢就是1200级的台阶 近60层楼高的楼梯 到达楼根10 2318的海拔大概呢是半个小时 至40分钟到这个位置 到这个位置之后呢 大家就顺着这条白色的线往下走 大概10分钟 就是四马路楼梯走10分钟到土豆广场 也就是红云金顶三角上 在土豆广场呢,这个就是标志 红云金顶就是标志 垂直90度,手脚并用 拿着铁链往上攀爬 来回呢是10分钟 顶上呢是两座寺庙 一座世光店,一座弥勒店 一个天桥链接 现在我们坐所到上山 缆车已经到半山腰了 给大家看看 从缆车上面看到的是什么样子的 今天早上幸好没有雾 在山上都看得一圈二处的 前面就是半径山呢 马上快到了 这样看起来好小啊 坐了十多分钟下缆车了 现在我们往索德站的这边走 往这边右边的台阶就可以上山了 今天来爬半径山的人好多呀 这个木栏照应该走了快一半了 先歇一会儿 这个梯子很陡的 但是挺累的 给大家看看下面的山 就知道这个地方有多高了 站在这个观景台 可以看到对面的梵径山 还有这边的老金顶 和旁边的蘑菇石 现在我们先从这边下去 然后再上山 下面就是普渡广场 待会儿呢 我们就是从普渡广场旁边这条路上山的 现在我们要开始爬山了 看到右边没有 那个亮点那个地方 是月亮的 再来看看右边 这边大太阳 台阶旁边的铁锁上面挂满了童心锁 这个梯子很陡啊 爬几步就得休息一会儿 来看看 从这边山腰上 可以看到对面的金顶 还有蘑菇石 还有下面的普渡广场 这会儿堵上了 要等一会儿啊 你看上面的月亮还在 这个地方太陡了 这位大爷吐走拐站 爬山有点吃了 像这些地方这么笔直的 只能抓住了一个铁锁 往上爬 往后面瞄了 哇好玄呢 再看看上面 越往上走越有挑战 刚才有几个地方太险了 我都把手机收在包里面了 两个手都必须要抓走铁锁 都不敢拍 这个地方稍微还好一点 现在我们要从这条缝 这条缝上面爬上去 哎呀我现在累得不行了 哇 现在我已经到3公斤了 3公斤了 3公斤了 6公斤了 4公斤了 4公斤了 给大家看看 这个桥下面有多险啊 3公斤了 那一位粉丝 他说看过我的很多视频 没想到在这个地方碰到我 好巧啊 我现在要飞无人机 但风有点大 感觉还是有点悬啊 我们下午才能听到 5公斤了 5公斤了 1公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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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公斤了 2公斤了 1公斤了 4公斤了 4公斤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